我开了,我开了,我开了,嗯,测试,直播测试,测试,测试,直播测试。 嗯,麻烦工作人员看一下声音有没有问题。 行吗?好,好,直播马上开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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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会再走 给我照张光辉形象 直播的好处 可以走神 可以干别的 可以玩手机 还可以说正经事 然后我们老说咱们直播太正经 咱们像天文新闻联播似的 一二三 这个最赚钱的直播 就是叫什么来的 谢谢谁就划的飞艇什么的 对我怎么一说就成飞艇了 飞艇 我那些玩友就说了 这还没从某游戏里出来呢 趁老师先喝口水 然后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主题 主题还是根据上次的 课程的课后解答 新当于 因为上节课我们主要讲的 还是滚风技术 然后张老师 这个这节课还是主要给大家进行一些滚风技术的实际上的讲解 那大家可能在刚才的这个预热里边已经提了很多关于这个个股的一些问题了 那么待会我们会抽取一些幸运的这个股票代码 然后给大家稍微的做一下讲解 那在这个开始之前呢 我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天狼现在的新活动啊 就是至尊版天极版的软件 现在还是有折扣的 两年是七折 三年六折 四年五折 然后野狼版 野狼三千软件是两年七五折 三年六五折 四年是 两万 然后这样是一个打包的价格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软件还是比较有兴趣 或者说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话 欢迎大家 现在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热线4008863311 有值班的同学可以为大家解答一些软件上的问题 接下来我就不多说这个废话了 然后陈老师就赶快开始给大家讲解一下感兴趣的这个股票吧 嗯 这个这样啊 咱们一件事一件事的来 先花七分半钟的时间呢 呃 说点大家都关心的 或者大家都不关心的问题 现在呢 可以很高兴的告诉大家 大家看那屏幕啊 这个啊 15690 我离两个亿的诺基金销售啊 已经胜利在旺了 回顾这一个月啊 感慨万分 你说这卖两个亿基金有多难啊 当时一个公司或者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基金销售股司 靠这么卖基金那全公司饿死了 这个大家知道基金是时尚是怎么卖的吗 简单说就是找那包括招商银行啊 工商银行啊 这样的大银行跟他们谈好了 这个卖多少 只要这个基金好卖 这些银行呢 乐得发动他所有的那个大客户国 基本上就是一天 20亿到100亿也就卖出去了 什么样的基金能卖得好呢 就一个条件 基金去年的业绩 怎么也得50% 最好70% 如果连续三年翻倍我告诉你说这基金就是渺满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一个基金要是三年都翻倍了能30年每年翻一倍吗 不可以大家都知道有个印度大臣告诉说国际像机器盘第一个放一粒米第二个两粒第三个四粒就是后面是前面的一倍 然后你就给我这些粮食就行了 国王就开始放一开始就数米粒 后来就数米袋 后来就是数米车 后来大家明白了 把全国的粮食都给他 也不够 那国王说你耍耍我一刀砍了 所以所有三年都翻倍的一刀砍了 那我要这样说呢 咱们就说第二件事了啊 我就特别悲剧 我教了大家好多道理 回头很多网友直接拿这些道理算计我 我说这个基金经理啊有一个五年魔咒 大家就说那你那基金呢 你想想什么事都能把那点靠 我说咱买诺德成长精选吧 有人说那你那基金呢 哎呀这活没法看 当然了无所谓的啊 最后再做一两遍广告我就完工了 跟大家现在严肃的说 让大家买这个基金 就是救大家于生死之间 再过三个月你看看 我就救下这两个亿 剩下的估计是全军覆没 一会咱们看个股啊 我就是说啊 咱们这在线的十多万人 我那粉丝一共一百五六十万人呢 特别难带大家赢 所以我就想索性你们把钱给我吧 也不行 为什么呢 咱不说为什么了啊 这个我可能下个月要给IBM 还在那里讲一个课 但是学术问题 很多研究已经揭示出 A股的散户是赢不了的 赢的可能性这个概率啊 低到了比个位数还低的程度 这是命抗击不得的 但是那又怎么办呢 你看 就是说这个做肯定是赢不了的事是很多的 比如说有人抽烟 抽烟这人生能赢吗 赢不了吧 身体肯定会坏一点 大家不察日抽吗 比如说酗酒 那肯定是要输啊 脂肪肝肝硬化 不大家还酗着吗 有人念成凶酒啊 但是小学没憋 然后呢 还比如说 比如说澳门那个赌场 反正我路过我肯定去 能赢吗 不能赢 所以你说这股市玩什么呢 后来也不是后来吧 那也是跟大家就这么一说说玩的是快乐 别瞎扯了 说起来就是这个步骤啊 我说这个过程 大家看是还是不是 我们来到这个股市啊 是被人忽悠的 被谁呢 有人说村长忽悠了 你污蔑村长我抓你去啊 这个为什么人来股市呢 就是因为周围有人发财了 你看那个 上一波行情 两千点到五千点 你算啊 差不多一倍半的吧 但实际上 我们周围的人赚的钱还真不止一倍半 为什么呢 是因为创业版的指数总涨幅 是翻倍再翻倍 很多投资者买的不是上车五零 而是中小创 那真是一个掌停板 借一个掌停板 那大家就钻赢了 怎么玩股票呢 有些比较勇工的人就开始 每天看着那个黑眼图 下载一个什么什么免费软件 就看着那一个个掌停板 哎终于找到规律了 叫做掌停板回调 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啊 或者是呢 这个就就是超强趋势的回答 或者叫千金慢慢流回头 于是他就是 这个开支股票很强 关注 那土豪怎么你凭什么给我做 你瞧 掌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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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空掌停板 那土豪能不信吗 这是不是就到两千点附近了 这个时候我讲一个道理 有一种走势 叫风流特征 一旦这种走势形成 那就意味着所有人完全失去理智 那不是风流式 而是风人式 这很简单吧 现在咱们我的粉丝们是明白风流特征的 屡事不耍 我只要说风流 你看着吧 用不了几天框击就完了 有反例吗 没有 真的没有 百分之百正确 因为这符合这个行为金融学 或者行为金融分析原理 也就是人总会在某一个特定下 特定的情况下 各种各样的神经地质浸泡了脑的勾回 人就 人就疯了 真疯了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想让他出来啊 你小心他宰了你 离那种人远点千万别说 哎 哥们赶紧出来吧 要不然你就死定了 那个人上来就拍你啊 说一贴给掌听板 你敢不让我这 我就看那人瞪着雪红眼睛 真是要杀你的劲 然后你说大盘是要见顶 你说他怎么办呢 我马上就问别人去了 哎 你说大盘是要见顶吗 扯啊 什么没期间点 没问题 我说你说大盘要见顶吗 另一个人说 回头就说 你你你我问过很多专家了 比你牛的多人说大盘一万五千点了 就因为那比特币就是这么死的 你说行啦 去到嘟嘟嘟的离此就那么一丝了 人不信没人信 最后 最后都赔得快倾家荡赏了 还能撑着啊 啊 说为了抓一个反弹 而兴奋不已 所以 股市我不看图了啊 反正看图你也不买我的软件 这个股市接下来该怎么走 到了该埋单的时候啊 所有的单都也埋 所以股市呢 最好的结果反弹不缺口 然后再次探底 当然也跌不深 探到一定程度呢 抄底的就来了再反弹 一定是反弹到那一根 被称为成本均线的位置上 哪根成本均线呢 有两根是管用的 一根是240日 一根是60日 你就看着啊 一开始是反弹到240日成本先收阻 然后是60日 然后就跳到21日 然后大反弹开始再捧回240 就是要走这个轮回 当然大家肯定很奇怪 这什么轮回啊 回去自己看图去啊 你得自己也就别老让我给你 什么都说清楚啊 什么都说清楚又得重来了 打开软件 干干干别人 最后人家说你算我们啊 你说那些除了用你天网50 我用别的软件都不灵啊 这不还是卖你的软件吗 你想我这一卖软件啊 连我说的话都没工进力了 索性呢老子不卖了行吗 是不是这个哎那个基金啊 各位打把手替我装满两个亿 跟各位这么多年了 我说就动动小手指头 巴人一把的事啊 我缺你这两个亿就这么多 嗯 陈老师已经这个卖基金 咱们这个产品也卖了 就是一段时间了啊 这个现在呢是1亿5000万左右 还下5000万的份额 咱们就满两个亿了 大家加把油啊 然后呢这个上节课 课就是大家上课的成果怎么样啊 大家评论里面赶紧刷起来 赶紧给陈老师汇报一下 自己的这个学习成果嗯 让我们陈老师也建立一些信心 对吧 不能天天给大家讲课 然后讲完以后 大家都不好好学习 我没信心 我天天给大家讲课 让你买点基金 你就是不买 哈哈哈 好吧 都开玩笑呢 嗯 这个我真的很不容易 就为了保住这两亿资金 不让人搁韭菜了 要么就 恐吓 要么就利诱 要么就打感情牌 嗯 要么就打悲情牌 我呢是激光算尽 丑态百出 做了各种各样表演了之后 这两个亿还没到呢 所以当基金这么难卖的时候啊 能够说明很多问题 第一支股标是啥 咱们开始吧 第一支股标咱们开始吧 嗯 000725 今天主要的这个啊 京东方啊 然后我把这个 我把软件给你切过了 行 好的稍等一下 你别动 OK 哎 京东方我就奇怪一件事啊 这支股票现在是你怎么不给我鼠标 那这个等会啊 稍等啊 没有我继续喝水 我再把您这个光辉行三个条 我再喝咖啡 美式咖啡 好了 我跟大家说啊 说股票之前说说咖啡吧 美国包括星巴克在那啊 就写美国人解写就是 呃世界各种文化的粉碎剂 啊星巴克毁了法式咖啡跟意识咖啡 然后呢 雀巢 毁了所有咖啡 啊 就弄点牛奶啊 弄点糖啊 然后弄了一杯饮料 跟巧克力 跟巧克力糖浆区别不是很大 喝咖啡是不能加糖的 加糖 可能人家觉得 哎 你也就喝得起雀巢 嗯 这个 京东方 京东方 这只股票此时此刻的京东方 我只说一句啊 我看不懂啊 我不知道这只股票是主力控盘还是不控盘了 这个原因是因为之前 他只要能够在无穷成本之间上方飘一下 我看我这设的无穷还是无穷 我就知道是主力控盘的 但是现在呢 他已经来回穿越了 这只股票呢 至少是部分机构离场 但也可能是另外一些机构入场 但这些都是可能性 那回想到呢 炒股你应该炒什么股票 我跟这位朋友说啊 如果你要是高位买进的 如果再有高位你就给他卖了吧 炒股票啊 别炒一个都被别人证明100次的必涨的股票 比如京东方 我听说好像是国家砸了他一条 特值钱的生产线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利好不断 反正就是前景无限 然后呢 我炒这么多的股票从来就没死过 就是就一个原则 就是当你们认为这个公司 那好的不能再好的时候 我看他们有些人谈一只股票的时候啊 我都怀疑这个人 这个男人是没有女朋友的 因为他全部的感情都在这只股票上了 那还有多少能分给他的女人呢 到这个时候呢 这只股票完了 京东方 我偏重于 中等偏下的评论 别不高兴啊 我说的可是大道理 所以我这人情商很低人缘不好 谁听这种枕骨都愿意有人听 你拿着吧 肯定找 大家又信任命了 好吧 下一只 下一只 下一只002118 陈老师枕骨就是应该说一些比较真实的东西 对吧 要是光说那些大家爱听的 那 那其实对大家是不好的 我只能说我是被嫁起来了 陈老师的这个风格就是实在就是真好歹 我只教清华研究生 学投资的老师 这个一直没给大家说这事啊 我那么低调的一个人 最后人家你们都欺负 一大群人说就这水平 别瞎扯了 我现在啊 每天 这谁的股票啊 子欣要业啊 谁的股票举个手 这股票不错啊 我现在有点有点有点懂清那个主持风格了啊 嗯 好像假装是错的似的 这种股票不错 子欣要业 我就不说为什么不错了啊 简单的说就是主力已经空盘了 哎 明天我能偷点买吗 咱就偷偷了 悄悄杠了些 明天咱买两股 哎呀天呐 这股肉恰了 咱们下一只下一只是这个60089 这只再说一句你就这样啊 嗯 以后大家自己也会看了 太简单了 有些事 咱们把这个前因后果说一下吧 你看啊 这只股票曾经走出的长期走出的 不是一个宽阔正当市吗 是这个意思吧 宽阔正当市是吧 然后呢 那你就可以这样说了 每次每次到高位 如果不卖 他不是都下去了吗 对吧 那这次到高位 你应该买还应该卖啊 这个就是你该买该卖 到这个位置啊 他很难回答 他说我是按照这个你教的理论回答呢 还是按照 人们的这个顺向思维方式来回答呢 这不好演 所以他愿意保留他的名义 名义 他说这我看得懂 这就是一个滚风 滚上去 和线上横盘 在这个筹码理论中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图形 我不知道这是谁挑的股票啊 不会是cloud的61吧 嗯 不是 不是 小号 小号 恭喜这位朋友 恭喜这位新人 这时候应该送我们一朵花了 对小礼物刷一刷 下一个 下一个来一个这个六大头的 600 100 这是上半场测试时间 有朋友刷出来的 诺德股份 哎这不是诺德基金啊 别搞错了 那必须不是 诺德基金啊没改过名 原先是个美国的基金管理公司 结果美国人谁都不服 我还不占一股 然后大部分说我这公司谁要 结果谁都不买 为什么呢 因为原先美国人在这做的业绩不好 呆呆怕歌手里呢 犹如名誉 后来呢 这个清华大学说呢 这个 咱买了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 他一看 这整个园子的产业链都齐了 就插一张金融牌照 顺手就给收了 收完了之后 就把原先基金的人都给 都给送回美国了 然后呢 从金管学院等各个地方 揪了一群博士过来 顺便说啊 就这个基金的基金经理就是郝徐东 刚刚我也是昨天才听说的 获得金牛奖 这个金牛奖的基金不是这个 是他的哥哥 但是一个基金经理管的啊 这个 呃 我们这个基金现在都玩大小号 也有哥哥一个弟弟 通常弟弟比哥哥更灵活 持股的灵活度可以从0到95 然后呢 这个哥哥呢 是资格更老 这个都是因为哥哥做久了 想再留点变化再生一个 然后呢 再都是这个好博士的孩子啊 这个俩 这个是一样的 大家要买不买那个 买这个 因为这个是一个新基金 另外一个呢 我管的是这个 我是政委嘛 大家说你的基金政委算什么 基金政委不是实质 但是无免之亡 最终 基金得按我的策略 干活 要不然我总有办法 最后 还是 让基金经理在大方向里听我的 现在大家已经明白了 听我的是真不值亏 对吧 我已经可以再自连一把 好了 这是那德股份 那德股份出问题了 不是那德基金啊 出问题了啊 主力在这个地方 已经走了 这是一个下滚风 看好吗 这是一个风 看一下上那红的 随着光标的飘移 这个风向下怎么一滚一错位 赶紧逃命 不逃命就没了 但是走到这了你该怎么办 你先说由于你 没买天狼软件 就连这么清出的主力收获 你都没看见 你他就没出你筹码 但是说到这啊 就跟这位朋友说 就地卧倒 跌哪跌哪 三年后解套 就不要再动它了 那有人说 万一你你能看出来你不提醒我 哪怕向下在低 35% 先走了底下抄呢 别动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你这股票的资金一离开 这账号 又变成可以交易的状态了 你这次是听我的没准是对了 保证下回你是听别人的 保证三五回之后又他回去了 保证还要再折一次肉 明白的说 散户不是不能赚钱 但是打算在股市里的键盘前打架 跟股场的其他股都打架 而发财的可能性就是零 跟各位说明白啊 可能性就是零 交易一点门都没有 你凭什么打赢啊 这个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但是是有办法赚到钱的 比如说此刻 你一定问我指数怎么着 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 指数过几天向下滑落 那你说我出国 那我们别动 为什么呢 因为钱在你手里你又折腾上了 你找我问股票我不说 这时候就有一大仙来了 你听我的吧 你保证听他的 也就是这样 我哥我不是吓唬你散话 简单的就这样说 只要那账号从股票里 哪怕是套牢的股票 回到你的资金账上 你的钱一定是被别人骗走 你没办法保住你的本金吗 你别叫 这么多年了是赢了输了 对吧 跟别人 你跟我没法比 我告诉你 安老陈只赚钱不输钱 就没人所得到这一点 因为我这人啊 境界 太高了 是不是 你看子曰君子如何如何如何 我看到前50条 我后50条就不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哪条我都做到了 是不是什么君子成人之美了 这个是吧 没有哪条我都没做到过 那金钱对于我来说是什么呢 今天对于我来说连符号都不是 所以我就不输钱 我可以好几年一分钱不赚 只要今天 我吃午饭的时候一伸手机 能把午饭刷出来 吃晚饭的时候能把晚饭刷出来 晚上呢 能回一个被称为家的地方 能睡一觉 这一天就很快乐了 那你说挣钱不不容易的时候 那咱们跟那叫什么劲啊 你看佛教道教儒教三教都学满了 结果就是这人无所谓 什么都无所谓 我们只是看看现在干什么 再等一个季度 那就一季度就一季度吧 因为你一赚钱就是翻倍啊 那你你等一个季度有什么了不起的 好多散户就受不了这个 说哎呦一个季度不做股票 那么饿死了 这就是散户的问题 那你赔了呢 赔死和饿死哪个更重要 再说什么叫饿死了 没工资啊 家里就没别的钱了 就指着股票那点倒腾啊 这不说了 这个 说那种股票在哪 到了这个地步 您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 就是就地卧道 爱怎么着怎么着了 什么时候这只股票您能解套呢 短则一年 长则五年 不解套您找我老陈来 尤其是2020年 不是2021年啊 您解套 你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不是我说这股票没装了 你直接就割肉了 那我可担当不起 因为因为一割肉 你的钱又滚到另外的局里面 还是被人忽悠到 高位接盘 好不说这个了 下一只股票 下一只咱们刷一个 300的吧 300270 刚才看到有朋友 刷这只 外运发展是吗 我这怪不得要问的 这个股票 这个 这股票不行 我看这么长时间 你不会上面踏出的吧 逢高检测 这个颜检 应该程老师回来的 下一只吧 下一只刷一个600188 这又六又发的好好好数字 当然股票不是说都不好 刚才那只就挺好吗 这个也是这个就是有点乱 这我看不懂啊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就是不知 不知不能乱说对吧 下一个刷一个002027 我这都是从表格里面随机抽取的 我们公司有一特点 公司就绝不作弊 插一句插插插插个话 今天的软件是有优惠的 刚才已经有好几个朋友问了 说今天软件其实是有优惠的 再重复一遍 至尊天机版 两年七折 三年六折 四年五折 野狼三千 两年七点五折 三年六点五折 四年两万 重复完毕 那今天老师继续讲课吧 那有问题的话 欢迎博打客服热线 4008863311 我还没看完手机呢 那我再接着讲 那我再接着插一句 就是那个大家现在 手机有空的话 再顺便买一下诺德基金 现在已经是这个数据了 然后呢 请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鼓励 然后呢 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哦对了 我们下一个活动啊 再插个第三个话题 就是野狼军团的股指期货 股指期货大满贯争霸赛 然后呢 在我们的天然官网上面是可以现在报名 然后从下个礼拜开始就可以进入赛季了 请大家就是如果有野狼森 如果有这个争霸赛资格的话 请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参赛 然后争取拿到优秀的奖品 具体规则 请参加我们的官网 嗯插话蓝笔 这个我非常纠结啊 这个其实于是就是偷偷看了手机 然后看看有没有别人处赖我啊 那个 风中传媒总的感觉啊 有一次急速向上冲高 你就我总是从这个图鉴中看到 这个这个这个主力憋着呢 那我就告诉大家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嘛 这种股票是主力重仓 高位主力重仓股 嗯 那个传媒貌似还是未来热点 建议这位股友 嗯先拿着会儿啊 看看 同时建议呢 如果他急速冲冲高 甚至创破前期天价一飞冲天的时候 左侧找个好机会兑现你的利益 然后就再也不看了 从就完了 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我呢就是觉得啊 某些事情是不能延续的 比如说他的净资产收益率高达48% 而且还是一只 这个有一定上市这个时间的这个股票了吧 你看这么久了 2005年他就上市了 能把业绩做到这个地步啊 呃 一个人家挺会赚钱的 就是一进电梯的这分众传媒 这个其次呢 一个企业的正常发展 它是一个过程 最终呢 业务会饱和 这个我想插一只股票 隔离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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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股票 肯定好多人都关注 说隔离电器是有风险的 嗯 因为那个董人都大姐啊 是中国 是中国的 咱们到这就不说脊椎骨了啊 中国的脊梁制造业的领袖 你不能说他任何的不好 但是呢 很多事是有尽头的 隔离电器的股票 已经淡出了我的事业 因为我发现一件事 为什么隔离哭着喊着脏汽车 这个表面上说他喜欢车呀 一个女人凭什么喜欢车呀 我不信这个 所以呢 我认为这里面 有你所不知道的想法 不是秘密啊 我其实就是怀疑 隔离电器的传统制造业的市场 正在接近饱和 但是账上又有那么多现金 特想找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砸 于是呢就找了一个好地去砸汽车 结果股东们还扯着脖 扯着后腿不让砸 结果大姐自己去砸了 但另一方面我就说这张财务报表 这两年可能是最后的两例了 因为接下来就是这么一个市场 这个我不再多说了 我就喜欢干一件事 所有人多说好的东西 我得挑个毛病 那有人就说那你有本人挑茅台一个毛病 你天天多喝茅台 我昨天就发现茅台有毛病 那茅台什么毛病呢 我有一瓶假茅台 是真的假茅台 就人家没冒茅台品牌 只说这酒是茅台真亮的 我不是穷吗 然后那真茅台 我那一书架的 给一瓶玉利亚杯子 我自己喝的光杯子就一输价了 喝不起了 这个我知道 后来就买了一个 这个一瓶买了几瓶 这个茅台正产的酒 一喝就知道了 这真酒假酒的差别是什么 普及科普一下 真茅台抚摸你的舌头 尾茅台 咱不说假茅台 冲击你的舌头 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自己把那瓶尾茅台 改造成了真茅台的口感 至于怎么改造的我要保密 因为你说出来 大家在工艺上加了一条 那造酒的赚十个亿 八个亿不说又一分钱不给我 我告诉各位 没有永恒的垄断经营 因为之前就是说破解你这时候是不容易 是不值的事 当你价值千亿 数千亿 甚至达到万亿 就值得不惜一切代价破解你的秘密了 老子就是不信 除了茅台症 尿不出茅台 绝对 就是不能超过茅台口感的 另一种可以竞争的酒 这世界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既是工程师也是科学家 谁也别牛 老老实实做人 老老实实做事 别一天大晚去忽悠别人 别一天大晚去算计 还自我标表为各种的高尚 这种苦 离他远一点 我就不信茅台酒的价格 不能给压下来 库里那么多我就不信放不出来 不说这个了 离他远点 各位中小投资者 我是真心的在救你们 你们不感谢我 我也不介意 现在开始做广告 感谢我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有一天拿了不是这个了 这个这一还是这么满满吗 感谢我的方式很简单 这是新话题了 有一天 我在地图上随手一指 画了一个圈啊 看看我那个地方是哪呢 哦湖南 离长沙多远呢 大概一千 七百到一千公里吧 然后就到百度上查这点 倒是哪 哎呦又是一山沟沟 啊 动足一个自治区 自治线 然后翻翻翻翻翻找到一个小学 我说我应该长个本事啊 我怎么样把这小学校长给找到 看我用这本事 结果只需要两个小时 我就找到校长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朋友多嘛 认识不认识的 几下就是有人做过这个测试 我问你们是不是要说啊 图书馆 哎呀 他说我的学校正在土建呢 还没有图书馆呢 那楼正盖着呢 哎我说学建楼盖好了 那图书馆那里面啊 能不能等等我 我出点钱给你装修一下啊 这个求你了啊 你想我这人多贱啊 求别人那图书馆 你别能让我出钱给你装修 你别自己装修啊 你干嘛自己忙我 我给你出来这样吧 就这么咱咱咱咱一个机会啊 我约了个图书馆明天装修 各位到时候一人一毛钱帮我就行 我为什么要做这事啊 你像我这有时候好心 大家不领钱必须做 我可以告诉你必须做 一毛钱就行 一块钱更好 十块钱我不反对 炒股的啊 一定要修理自己的头脑 世界观价值观 否则你这辈子挣不了钱 你看上次我说捐本书吧 一百五十几 当时是一百五十六万人 真就只有几千人捐这本书 你别说理由 你平时我忙或者或者说 谁爱搭理你啊 你自己想干件事你爱我干嘛 现代社会咱们中国人已经出现了 严重的信仰缺失 我是认真说这事 信仰缺失 毫无信仰可言了 这个信奉的就是人民币 但不信的是 你知道这个钱应该给谁去赚吗 钱一定是给不缺钱的人赚 那个美女 你别听啊 一定最后嫁给不缺老婆的人 这个帅哥 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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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自个帅哥老是被这个很平常的女孩想走 是不是特不服 哈哈哈哈 你表情好点好不好 为什么呢 不说为什么了啊 炒股他最重要的就是心态 这还不是这样 最重要的是目标 目标很重要 如果你想从股市里取走你该拿走的那部分 非常的简单 很容易 但是我们中想投资者最大的问题是中想拿走不属于自己那部分 比如说咱就先比如一件事啊 今天很多投资者说 你说什么都没用 你找我有个办法 给我支股票让我回本 我们这些投资者他是不赌 你的本是多少 比如说他拿10万进来的 现在5万了 那你这种回本是多高的收益率吗 从5万回10万是翻倍 你现在找我给你这股票让你翻一倍 主观上 我们这个投资者并没想贪 我只是拿回我的钱有什么错呢 大家挺委屈 但是咱们单纯从抽象的投资角度来说 中想投资者最大的问题就是把目标定错了 就是一个是掌听板情节 一个是龙头股情节 还有一个是翻倍情节 就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当最该收手的时候 你永远带不走散户 就是说每次见顶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情况下就见顶了吗 一般在见顶之前我就试着说 我说股市可能要回党了 咱们先出来 然后等股市安全了咱再回去啊 大家没准还真跟你试一把 这个时候股市不是顶 第二次你又说股市没准 因为你回头看2006年的行情 就是四个台阶嘛 这次也有 总是逐渐有一台阶的 我们都比较有经验 等到第三位你说这股市要见顶了 哎 你前两次说过的避险 就成了你这人无能的证据了 有人就立刻跳出来说 他3000点就走了 他没本事 有人说什么3000点 那2000多点他就走了 你会发现周围一大群散户精英 把各种脏水把你身上扑 所有的计算都是照你最不利的算 你比如说反弹的时候扎空多少 他从最底下那个尖点算到现在 没有人有能力买指数和股市最尖那一点 他就把这说成是你也没水平的证据 凡是一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二话不说全线精脏 什么时候你应该不玩了 就是股仙奔地的时候 这是我深刻的经验 比如说咱们就这么说一件事 听到了那五位专家 你千万别怪我 我是教授 我教你呢 有一次我就是在北京电视台 对面五个小家伙 说主持人问了 你们怎么看 一个个都没飞思舞的说蓝筹股 边上我一个大师 大股分析师也说要考蓝筹股 这时候蓝筹股热言已经持续两年了 慢牛都垫顶接近垫顶了 都弱势爆发魔咒都出来了 一群人我说我只要站在你们对立面 我唱反调 有一个魔咒 叫策略信仰魔咒 当一个很平常的投资策略 是一个多学像中间的其中一项 被你们说成信仰的时候 你记住他就到头了 他就快失效了 另外一个原理是这样说的 那也是我首发的写在我那本书里 叫少数人成功定理 你想当一个策略成为信仰了 是不是多数人以非常崇敬和盲目的心情去追随 那就成多数了 所以这不就完了吗 股市只能少数人成功 没错吧 那咱们再问问 这就是散户的问题了 是什么力量使你把别人赚的盆满钵满 赚够了钱的股票 包装成为信仰去卖给你的呢 你怎么上这种出击档呢 是什么力量造成的这个呢 说起来内心 每一个散户内心都有最弱的弱点 特别好骗 所以你跟我走 修行的第一步 就是做一件手指头尖那么大的好事 就这么点能改变你的人生 所以下次我要发起一个运动 就为湖南山区小学生捐一毛钱运动 我倒看这159万人 是不是一毛不拔的吝啬鬼 一个吝啬鬼是没资格翻倍的 你们懂吗 所以我现在已经算德高望重的老一辈 无产阶级股评价了 我说谁谁就老老实实听着吧 一毛不拔还想赚天下 杀的就是你这种人 我没骂错人吧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最近老脾气不好 关键的问题是 你也知道咱们这个事情 就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话管完没讲 大家也知道我前不久 我差点就不许我说了 凭什么不许我说 我不就是想救你们吗 我说的是炒虎的事 我又没说别的 所以你最后还一点不帮我 那这就算了 这说我小心眼行吧 我我们帮别人行吧 是不是 一毛钱 一毛钱 就一毛钱 咱就较这个劲了 所以请问天下中享投资者 你来了 是不是想抢别人钱的 你别不承认 所有想翻倍想抢涨停的人 都是想掏别人钱包 还有无论马云 无论周鸿意 就360那个 所有回归A股的独角兽 根本目的掏你散户钱包 所有的富豪 都是由老百姓作为基础 堆出来的财富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 他是对社会有足够的贡献 我没否定这个 但是我告诉你 他财富值是你2G市场的股民 给人家做的 你要完成他个人成就的最后一把 就是奉献你那几万块钱所有的财富 成就独角兽们的豪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还能活着出来 现在呢 简单啊 给我捐一毛钱给删去的小孩 如果这个事你要是做不到的话 对不起 你去死 就这么简单的逻辑啊 那么多如老四虎的人啊 你连一点善心都没有 你算计别人 哎呀 拉倒吧 你没这个本事 我告诉你各位怎么赢 要想在股市里赢 应该是以超然的境界 去超越所有算计别人的 无论大土豪还是小虾米 懂吗 你必须是君子 只有君子 才能屹立于 这是股市的这块地方 回去给大家留个作业 看一遍论语 大家说论语哪找啊 去你孩子的书架 只要你孩子上学 书架上一定有一本论语 从头看一遍 君子两个字 一共出现了108次 把所有带君子两个字的前言后语 都看一遍 然后呢 你就会炒股了 再加上给我的孩子们捐一毛钱 我的孩子啊 我的孩子就我的孩子 一毛钱 我今天下半月我再启动这件事呢 我要是要一毛钱你都不给我 我就踢人了 别当我粉丝 我不伺候你 就这么言白好不好 就你呢 他不怕陈老师要被修本 把天天算计别人 天天想当小强盗的散户 修理成为高尚的人 纯粹的人 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有利于人民的人 这个时候我股市才能进步 因为有散户的存在股市 连成熟化股市的基本交易制度都不能引入 还有不得不再说一批人 狗屁教授 包括去世的那位 什么死者为大呀 就是一小散户套牢了 仗着他那点影响力 把股市再祸害一把 那打官司随便 我没说是谁 拿证据出来 好吧 下一支股票 下一支股票回到正题 那个600380 刚才好久没有关注的朋友 我快把眼神回过来啊 600380 我来把这个 哎呦伤口推一通 这支股票吧跟你这么说吧 稍等下来 嗯回来了 那行行 应该是一个上轨拿着吧挺好 嗯看来上回上认真上课了这个 嗯下一个吧60601028 哎呀 晚鸟 嗯这是一个不认真上课 对你是你失去了逃命的机会了 下次再反弹 我教大家教你怎么逃这支股票的命吧 就是这个再反弹只要反弹前击幅度的一半赶紧跑 啊 还会反弹的 但是更早的提前跑 这支股票你搞错了 还有下一支 下一支000681 看来这个传媒概念是必少无疑了 也先拿着 他说的是视觉中国 大家看路过的传媒概念都不错 嗯 主力憋着呢 四对的 下一个下一个马上老师 我写下一个600977 那还有啊 这个好像就还没到火候 但也不能凑他了 因为这同板块的其他股票还都行 这个但是这支股票主力困难度非常低 不如那一哥几个挑的好 OK 但位置低 但是我没把握 所以我也不敢瞎说 啊 所以我对他不平 嗯 下一个下一个来个3006168 嗯 应该是跟那个是一波的 暂时是 比如说1235分 这支股这支股票可以给到4分了 那这一波分相当高了 对 但是他需要时间 好 继续 嗯 继续600789 鲁康12是吧 嗯 鲁康12有点问题啊 这支股票会反弹的我相信啊 10块86上下你注意点 这个地方是比较比较危险的地带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别的医药股走那么漂亮 他出了问题 他出了问题了 到底到底 到底 回去找书记基本面的人打听打听吧 这个同学建议这个靠特61刘博士研究研究医药板块 我们这诞生一个叫全行业分析师啊 这个克劳德博士 克劳德博士再一次得到了强势的 你们要有他十分之一的勤奋啊 早发财了 嗯 人家手写的笔记这么后一落了 然后所有行业通杀一遍 然后然后这个不写稿子不不写笔记的时候 找各种券商的分析师炸了自己 富二代土豪的身份啊 再加上博士的身份 谁都愿意见他啊 因为他请人吃饭吃的东西好啊 然后呢喝的酒高级啊 然后立刻把人的报告啊思想啊见解啊搜刮一空 搜完这个搜刮这个这要不成长才怪呢 股票做赢了需要发费的努力是一个贴文数字 需要花钱积攒的实力是个贴文数字 我们小散户以为自己没事弄个通杂信去看看图 就把这个股市赢了 真的是太难了 我不是说什么又说到这个话题了 但我在真是这次我们要彻底的修大家 嗯 我这船你爱上不上 但我发的心还是好的 那个我相信我其实天天装坏人 并且最近又有点脾气不太好了 但是葡萄里确实是很好的人 其实也下了镜头脾气好极了 这个他可以证明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特别好 哈哈哈咱们下一个啊 600129 咱们争取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里把这个一批补一批股票都刷了啊 这只股票是不是有下滚嫌疑啊 小心点啊 嗯 这这太极集权啊 这是干嘛来的 好像说电脑硬件都把我提的 我跟他似乎渊源已久 但是这股票以前我哎 上帝我没炒股这段时间 如果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啊 嗯 有没有了解基本面的朋友们在评论里刷一刷 这只股票 嗯 什么行业 我的直觉啊 我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烂的东西 这个别听他们讲故事 嗯 不过有一大群程序员要跟我打架了 没准就在我们双鱼树那附近 咱们很近的 完了 不好了 这个学习南路好像他们在那 这个完了完了 出门没准挨打了 但是这个朋友这个股票你选冒失了 呃 反正你可能也是他不深 逢点高位解套了赶走啊 下一只下一只60089 他们肯定编故事说自己要搞什么这个了 要搞那样 因为本身都都是带着一个高科技的光环 呃 这也是要逢反弹出货的 他原先好像那个概念咱们就不提了啊 我提就把不要再炒特别老的概念啊 那有些东西大家都就就就相当于这么嘛 因为中学老师的小学就说 这脚边的磨脚步都没味道 然后你就想吧 就这么一个一个题材啊 就相当于呢 就这一口新鲜气 这个人吸进去吐出来 你在呢吸呢 你这儿再吐出来 然后你再吸过来再吐出来 吸什么呢吸大麻也不会 也吐十遍有恶心 他就吐了 这不是这个但是真的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真的是一口烟 那烟是什么大烟大麻之类的 一个人吸完了吐出来 另一个人赶紧再吸回去再吐出来 每个人都很兴奋 哎就不嫌恶心哎 这个一个概念啊 不要做的人都做了好长时间了 之后你净了 那不是接班侠是什么呀 嗯一定要在没炒过的板块里面 挖出个好东西来 你说的这好的人就说了 哎那你给我们推迟股 我就跟各位这么说啊 散户还有个问题啊 我今天是真心跟大家交流 我就告诉你啊 为什么富人更容易有有钱 富人认为人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代价的有成本的 富人不会说我这个把我的钱交给你 你把我炒股炒完了就完了 你能干呀 带着哥们一块发财啊 我告诉你穷人啊 把账号给你了 挣钱的时候都拿走 一分钱不分给你 你不提他就不提 赚了钱他真让你赔就赔了钱 他真让你赔他 你敢不赔我 虽然咱是哥们 我给你微博曝光去成好给我炒股票赔了 那你真赔钱给他我赔我啊 我真赔过 所以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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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曰方文宇啊 君子风险自担 小人许赚不许赔 没问题的 这个所以呢 不要不给别人回报 像刘毅他们这种大土豪啊 所有的东西都是买的 一分钱不占你便宜 实在不行 也得给你点两只卢虾 把你今天这句话买回来 一点不欠你的 这种人将来不发财才怪呢 真是这 那你都不好意思的 你说至于吗 行 我再给你找个朋友 没准他能解决你医药板块的问题 你想 这又 这这不就回报了吗 所有人都应该知道 回报别人的方式 不是在网络上点个赞 所以咱要回到老话题了 时间到了啊 过两分三分钟了 为什么我要让你捐一毛钱 从此你就不欠我的了 要你欠我的太多 所有就是拿了别人的 连一个实质性回报都没有 那这个天地巡回啊 这对您太不利了 哎 将来我的故事被广泛流传 由这个孙同学写陈豪传 那是我已经这样啊 哎呦好累 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人太善良了 为什么呢 我再讲一故事咱们再下课啊 嗯 美国人有一个美国人开车 打加油站了 一车四个人 他说对不起 跟我做那两位三个人先的 对不起先生们 我要加油了 one dollar please 就是一个人一块美元 那当然的美国人当时就掏了 有个中国人呢 也挺不情愿的就掏了一块钱 给那司机了 那司机下去加油了 结果他就嘟了 他说这人怎么那么抠啊 加个油还找我要钱 然后别的人说你真不知道 他太慷慨了 他才要你一块钱 说此你就不欠他了 一块钱就买走了他所有的人情 否则呢 就移入几百公里的油钱 所以这个人是最慷慨的 是因为他找你要了那一块钱 大家懂这个故事的道理吗 好多人真不懂 我又不多说了啊 好多人真不懂 这个股市的发财啊 不光是技术 不光是艺术 不光是宗教 还有很多股市之外的东西 那顺便呢 趁着我还能说两句 不是即将就木啊 这个我是共产党员 维国主义分子 咋地咋地 二百五 这个趁着我还能够鼓吹一下别人 我刚才说过的刘毅克劳德啊 我要给他发一支私募基金 那是以后的事儿 土豪们关注他 这个人前途不可限量 为什么 就是因为到现在混的我欠他的了 我真的是这样 他老说是 我帮了他这个帮了他那个 但是我觉得我欠他的了 没办法只好给人家多做点事儿 至少免费发一条广告吧 这个人的就是这样嘛 弄的你都不好意思了 所以全 圈的人都在帮他一个 那这种人还不成功啊 这就真就没天理了 所以以此为鉴 帮我一毛钱 从此你的财富命运可能就改变了 你还真别不信 这道理是非常深刻的啊 看看谁见二十点玲珑粉 我接下来还有事儿呢 我说走就走啊 对不起想说跟你了 我就给大家做个收尾啊 今天这个课陈老师主要讲的还是人生啊 人生跟哲理 股票怎么样不重要 关键是要 就是懂道理 懂了道理以后 这个很多是能顺理成章的就办妥了啊 我就 陈老师也不在了 我说话就 没把门来了 没有没有 最后呢 这个再给大家宣传一下我们的软件 这个是硬性要求 硬广告 天机版至尊版 两年七折 三年六折 四年五折 野狼三千 两年七五折 三年六五折 四年两万 大家记住这个数字 然后呢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对 请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电话 4008863311 现在还有人在值班 然后呢其他的问题包括活动 请大家参照我们的官网 tl50.com ok 然后呢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回去一定要 第一 不要忘了熟读论语 然后把里边所有108个带君子的地方都抄一遍 嗯 好好学习 不见不犯 比赛 哦 对对对 正妮同学提醒我啊 我们还有这个大忙